我想先問一下 就是 下先有一個案子是 要推開放資料專法 好像想要去耳這三分鐘 不知道人有在這嗎 所以沒有的話 那我就自己讀講這三分鐘 好 各位好 這個是我提的案子 叫開放政府資料授權條款的民間建議版 那其實我平常不叫南港林先生 我只是在提案的時候 看到下面是那個臺北林先生 就覺得二州局就有評價南港林先生 南港林先生 那我的名字 我平常都用真名來誓言 我叫林成像 那我的同事叫葛東美 那你也可以叫我英文代他 啊 現在來了嗎 所以你有需要用到這個時段嗎 沒關係 那我就 OK好 那你們也可以叫我英文名字 如果選 或是叫東美叫Forens 這個好像是我們平常 你在網路上比較好 容易找到的代號 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們想提一個案子 就是對於所謂的現在是 開放政府資料授權條款 做一個民間的草根的版本 那需要大家的意見 共同來參與 那這個案子原則上 會用Gitbook 或是Hackpad的方式來進行 那所有的討論 跟所有的一個 轉型過程 全部都用公開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在2014年 就今年9月27號 其實在Open Data Meetup 有給一個演講 其實就是 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做Open Data的方式的話 其實應該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概念 免得他做的比較奇怪 那三分鐘其實只有很短的時間 我簡單講一下 我自己對Open Data的想法 其實就是說 由政府先來提供一些基礎的資料 那慢慢的這些資料 其實越來越成績化 越來越科技化以後 那大家就可以盡量去分享 把我們的資訊分享跟生活 帶到下一個領域裡面 所以基本上來說 簡單來說 Open Data就是三個要點 第一個 你法律上面必須要 這些資料分享是沒有障礙的 第二個 你必須要有一些技術規格 讓他們這些資料分享是可以很便利的 第三個 在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要件形成以後 第三個要件才可能形成 就是一個很豐富的一個 應用的一個新時代 那我們知道 行政院之前還在運考會時段 現在已經併入國發會了 就有推出一個 所謂開放作業的一個原則 那希望各機關去查找 但是其實 我在9月21號的演講以後 特別針對一個問題 提出來討論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Open Data 尤其是在國內 在Open Data的一些授權 或者在這些政策 其實彼此之間 你一個小小的台灣 你看不到相容性 最後一分鐘 這是 這是 國發會提供的一個政府 資料開放平台使用違反 那這是台北市政府的平台 那這是高雄市 新北市政府的平台 它是用專用CC 那這是高雄市政府 它是說直接準據國發會 但是 其實我們分析條款內容 它們彼此是不相容的 所以從台北市 新北市跟高雄市超好資料 放在一起 你其實不能統一用個授權政策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動況 它彼此是衝突的 所以法律無障礙這件事情 現在沒有 那我是截取一個新聞報導 說open data就是把大家的菜炒在一起 但是我們現在是看得到吃不到 想吃也不敢擔心吃 所以我回歸一個概念 open source的發展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以私濟工 什麼叫以私濟工呢 就是政府不做的 open source這些開源的開發者 他透過作權利的人的方式 把自己的權利提供出來 然後如果你同意我的這個原則 你就加入我這個專欄去撰寫 所以慢慢經過30年的演變 演化到全球的政府 也必須用open的方式來做事 那我們看 為什麼 好 把這個講完其實就可以結束了 故宮國運的資料開放平台 我們只要改一個字 它就可以叫資料不開放平台 所以如果你完全讓政府去做這件事 會有一點落差 所以最後最後 最後 這個專案先用CCU 所以所有認為 你覺得現在的開放政府資料 必須要去改變那個社會規則的 都希望你可以來跟我們討論 然後共同加入這個討論 謝謝